一站中的上色彩照 身在战场之上的士兵 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岁月 一站的导火索 是奥匈帝国皇属匪迪南遭刺杀 此后 欧洲各国卷入战争 数千万士兵奔赴战场 而后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生命 残酷的战争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方式 而这些照片中的士兵 他们或许死在了战场 亦或许逃过了战争的劫难 但他们进入战争 所面对的苦难却是刻苦铭心的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5年 法军士兵在卡龙地区的阵地战壕中 尽管在休战期间 当其他人在休息的时候 也有士兵负责哨港 观察敌方阵地的度假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 法国军队在西线战役中投入使用的铁路巨炮 该巨炮口径达到了370毫米 实名 福奇时的炮中巨兽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 正在阅读报纸的法军士兵 他们通过战报来了解战争的动向 自西线战场开战以来 法国在数月内丧失了整个北部 德军一度逼近至巴黎 但在马登和战役中 由于德军指挥官的失误 进而让法军上演了奇迹般的逆转翻盘 将战争拖入了消耗战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4年 法军士兵在法国西北部城市南斯市区内的 一家杂货店前留下的摄影 其后随着德军的进攻 法国整个北部陷入了战争之中 大部分城市遭到了摧毁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 西线战场上法军的后勤部队 几名法军士兵正在清洗衣物 这些士兵死后将在战况加剧的时期 踏入前线战场战斗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 正在阵地战壕中 观察敌方动向的法军士兵 虽然处于休战阶段 但士兵们依旧必须时时刻刻 关注着敌方阵地的变化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 负责后勤的士兵 这些士兵在战争之初主要负责后勤 但在战况加剧时期 必须进入前线参与战斗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 靠近德军防线的法军士兵 进入1917年 德军在消耗战下开始尽险疲态 国内政治局势的混乱 使德军不得不进入到投降一定期 那皇位连二世的军权也面临着挑战 此后 他将不得不和沙俄帝国皇帝尼古拉二世一样 被迫放弃皇位和封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